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晋朝衰亡之后 接着建立的是宋齐、梁臣 统称为南北朝时期 国都建在金陵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包括宋、齐、梁、臣 这里说的宋国 开国皇帝是刘裕 所以宋也称为刘宋 统治的时间只有59年 北朝指的是元位 元位后来也分成东位和西位 宇文爵篡位夺取西位 建立了北周 高阳篡位夺取东位 建立了北齐 开创天下的帝王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他们引领了朝代的更新变换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些 南北周 第三第十月 可能会不会有没有